香港出现了入冬以来的第一起人类感染HCN9禽流感个案 香港卫生医护中心证实 患者是一名75岁的男子 目前情况严重 他上个月曾前往中国广东东莞 在上个星期六出现了发烧就医 有卫生物学家就指出 家禽感染HCN9病毒未必发生发病 但可传染给人类 而日本又有养鸡场出现禽流感病毒 为了严防禽流感扩散 当局扑杀了12万只家禽 日本南部宫崎县传南厅的这家养鸡场 在发现家禽染上高致病性的H5病毒之后 当局展开了大规模扑杀机制 防止禽流感病毒扩散 这也是宫崎县在今年入冬以来 第一次扑杀染病家禽 当局派出380人包括军人 漏夜展开扑杀行动 扑杀了约12万2千只家禽 整个行动在24小时内完成 日本今年入冬以来 已经进行6波大规模扑杀家禽的行动 至今已经扑杀了上百万只家禽 当局也已经禁止同感染家禽 邻近地区输运家禽和家禽产品 并对通往相关地区的主要道路消毒 在3天前 北海道北部农场也有28万只家禽 因为染病而遭到扑杀